早起的鳥人有蟲吃 早起的股民有錢賺 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洋味 我是蘇維媛 每天早上8點鐘 告訴您 賺錢的商機在哪裡 今天時間來到了星期三 一個禮拜過了一半 他們有不知道您操作如何呢 有賺到錢嗎 或者是可能虧到錢 所以今天我們要跟大家講一下 接下來的行情怎麼操作 大家其實都會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是一個什麼 亮縮的格局 而且呢 你有沒有注意到 外資的期貨空單 創下歷史新高 哇 大家很擔心啊 那我跟各位講 為什麼外資的空單會創下新高 很簡單的道理 因為在選舉之前 我們不用避諱 因為我們談的是股票市場 所以我跟大家講 外資的空單單純就是為了選錢的避險 因為這次真的太膠著了 大家很難預測會發生什麼事情 跟過去的兩次都不一樣 包含像2020 包含像2016都不一樣 所以這次連外資他都拆不準 他都壓不準 所以他只好怎麼辦呢 他只好做避險 所以我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就先破題 跟大家來講 為什麼壞 為什麼外資的空單那麼多 對不對 嚇死寶寶了對不對 為什麼外資的空單那麼多 他是單純啊 為了避險 等到選舉結束之後 這些空單他就會陸陸續續回補 這個舞躁跳馬躁騎 還是馬躁跳舞躁騎 對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個行情短線只是震盪 你不用擔心太多 你聽文老師跟各位講的 昨天行情拉回我們也事先預告了 好 我跟各位來講 你看昨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來我們看圖卡 昨天晚上的道雄 納斯達克 費城半導體等等的 我們來看一下 道雄跌了157點 好 來我換個顏色 用紅色的 道雄跌了157點 納斯達克 小漲 他是開低走高 各位朋友們有沒有看到 他是開低走高 然後費城半導體也是開低走高 尾盤是一個小漲的格局 所以今天的台子企業盤也是小跌 但是有一個重點的指標 我們要跟大家報告 昨天晚上的輝達NVIDIA 他又再度創下什麼 波段上面的新高 這個是輝達股價走勢 昨天大漲將近7% 前天應該說前天 前天漲了將近7% 昨天晚上又大漲 同學們你看 昨天晚上又大漲 他又創下了波段新高 所以你說AI到底是不是重點 半導體到底是不是重點 當然是嘛 這我想也是 我也一直跟各位強調的主題跟重點 就在這個地方 甚至像昨天的航運股大幅度的拉回 我也有沒有事先跟大家想 有吧 我說大船小船開始混亂了嘛 有人走有人不走 搞得消息面很混亂 這個時候你就應該幹嘛 不要再碰了 昨天陽明打到跌停 你看 你看特別你看 昨天陽明打到跌停板 我們有沒有事先預告 我等一下都會拿出證據給各位看 那另外各位 那另外各位 波利KY 這個amazing 2024的第一標股就是他 我跟各位講過 你要選擇老師什麼 2024一開始就非常旺 股票非常標的 那你看喔 小朋友 我波利連蓋牌我都沒蓋牌 連續四支漲停板 他到底做什麼的 做碳纖維 他在台北股市當中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因為沒有人跟他一樣的產業 沒有人做碳纖維 碳纖維可以運用的範圍很廣 包含像 航海 航太 軍工 波音 甚至鋁圈 車子的鋁圈 你說老師車子鋁圈有什麼了不起 他是 什麼車子會用 超跑 超跑才會用碳纖維的材料 那以及呢 現在最夯的AIPC 那些殼 是不是要講求輕量化 很高級的 很高級的 會不會用到碳纖維 會啊 所以他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台北股市這兩天的拉回 投票你看 這兩天的拉回 有沒有看到 你再對照一下 8467的玻璃KY 這是委員老師在2024年 一開始就帶給大家的第一標股 我看了一輪應該2024年 沒有任何一支股票比他更標 四天四支掌停板 而且他都是什麼 一路上攻一路上攻 昨天更是什麼震盪啊 戲劇性啊 先往下殺結果尾盤又攻到掌停板 非常的強勢 所以為什麼我這樣跟大家報告 你的行情投票 到底應該怎麼做面對 所以你想不想要有玻璃第二 你想不想有玻璃第三 有人說這玻璃四大人 對不對很厲害啊 對不對 有投資朋友有猜 有說這次叫玻璃四大人 好啦anyway 反正不管還有什麼樣的行情 我們都幫大家做掌握 接下來你再看 我們剛剛講的回答 有沒有 因為他在CES展 展出了這個新的顯卡 所以股價再創高 當然就會帶動 揮答相關的概念股出現上場 那講之前 來這首詩送給大家 這首詩叫做長甘行 我唸給大家聽 嘉陵九江水來去九江測 同是長甘人生肖不相似 這首詩在講什麼 我們家就住在這個九江 加零九江水 我們家就零的這個九江 這個河岸旁邊 來去九江測 我們生活幾乎一整天都在九江 甚至這幾十年都在九江 這邊做生活 同是長甘人 就是你在九江水的地方一定有很多鄰居 每天來來去去很多人 可能擦肩而過 但是你都沒有認識他 生肖不相似 很可惜 很多的陌生人跟你擦肩而過 但是你不知道他是你的貴人 他是能夠拉你一把的人 他是能夠幫助你的人 可能你不知道 就如同各位在看節目的親愛的投資好朋友 你可能第一天看到威恩老師 或者你看威恩老師已經十年了 或者你看我是一個月 或者是半個月 或者是今天剛剛看 不管怎麼樣 如果你還沒有認識威恩老師 我們就從今天開始認識 我們不要幹嘛生肖不相似 早點認識我對大家的幫助非常大 也讓我來幫助大家 接下來的行情你想要掌握 有沒有像玻璃一樣的標股 能不能夠帶領大家先避開風險 我想這答案是肯定的 我可以幫助大家 為什麼呢 來 我們繼續再講 所以你看 揮打股價的創高 他代表什麼意思 接下來還有什麼股票要漲 還有什麼股票要漲 來 我今天給大家索取 這份資料全新的 不一樣的股票 你看我們每天都絞盡腦汁 不是絞盡腦汁 我們都找了很多很多的資料 我每天都四點五點就起床 看國際數據 金融報告 然後再尋找標股 跟大家來做分享 我們八點上節目跟大家來講 怎麼樣取得這份 揮打創歷史新高 翻倍的潛力股的這份重點資料 請各位掃描我們的QR code 帳號在下面 小老鼠 MORE888 小老鼠 MORE888 裡面有四檔 重要的標的 3X9X 8X1X 8X1X 8X1X的兩檔 不是我偷來 它真的是8X1X有兩檔 另外一檔叫8X2X 這四檔重點股票 我們放在Lite當中 讓大家來做索取 你只要加入進來 點選畫面 右上方的正方形 點進來 進入到首頁 你就可以來索取這份資料 你就可以直接的 來看到這份資料 當然你加入之後 你想跟威老師對談的 我也很歡迎 因為其實我們有很多的好朋友 其實想跟威老師當中有一些互動 可是可能找不到管道 或許你可以播電話 或許你也可以透過Lite的方式 如果你比較害羞的話 你可以透過Lite的方式 在裡面 威老師會親自的 一對一的回覆給大家 你在裡面所講的話 別人都不會看到 只有威老師看得到 大家放心 我們會保護大家的隱私 所以你在裡面所講的 什麼問題 什麼經驗 什麼感覺 只有我看得到 別人都看不到 所以我才要請你加入我們的Lite 第一個當然索取標股 這個很重要 小老鼠 先索取到這份標股 因為輝達創歷史新高 昨天其實沒有反應 但是我覺得今天會反應 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因為現在就是因為量縮 量縮 量縮外資期貨空單大增 大家會擔心 我講過就是因為選錢的關係 這答案已經很明顯 接下來以及什麼 禮拜四還有一個CPI要公佈 所以大家比較草木皆兵 比較動見觀瞻 稍微擔心一點 但是我跟各位講 我們既然 我們既然能夠幹嘛 選出玻璃這種股票 你覺得需要擔心嗎 我真的覺得不用 你知道我們買在哪裡嗎 我等一下會拿出證據來 我們買在這裡 還有哪裡 還有這裡 那你看 對不對 我們清代會員買在這裡 特別會員買在這裡 為什麼 它符合三位一體 毛利率連續跳升 EPS連續跳升 營收大增 這種股票 同學朋友 又是符合現在當紅題材 那你怎麼選 來同學朋友 我再給各位看一遍 我說這種股票 同學朋友 都是 我昨天看到很多人在講玻璃 各大財經媒體 很多分析師 開始在講玻璃 那我問你同學朋友 我們在哪裡講 我問大家 這裡你會不會想買 不會想買啊 為什麼 你看都看不上眼啊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漲 因為它現行不漂亮 你都不會想看 到了今天 人人說 好棒喔 我們來看玻璃喔 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不盡然 這樣不對 不是漲很高了 請投資朋友去追 我們都不做這種事情的 我們都是請你低檔佈局 同學你記得嗎 我說低檔佈局 你的勝率至少比別人高出三倍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再跟大家講 來 今天真的是 很開心 但是我又不能太開心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 股票都跌很深 我們是站在對的那一方 但是我又不能太開心 很矛盾 對不對 那我舉幾個例子 你看3231的偽狀 投票 你看你套了多久 你套了多久 你在他拉上去的時候去追高 我跟你講 真的你學費就繳不完 他最好做的在哪裡 我跟大家報告 他最好做的一段是這裡嗎 對不對 來我換個顏色 偽創最好做的一段是這裡 一路從四十幾塊漲到一百六十幾塊 那個時候是講AI伺服器 對不對 後來股價開始修正 從一百六跌到現在九十四 那你去想一件事情 你都看到很多報紙媒體 看到了新聞 看到了 才跟你講 AI很好 你才去追 你就套在高檔 套在高檔 真的很抱歉 你的學費就繳不完 又或者是 來我再舉另外一張例子 廣達 2382的廣達 有沒有 他雖然沒有偽創修正的幅度那麼大 可是你想一件事情 他盤整了半年 這半年你會不會覺得說 老師我的壓力好大 股票很難做耶 股票好難做 為什麼你的壓力越來越大 壓力越來越大 錢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然後你的步調越來越亂 越來越亂 你有發現到這件事情 你的時間成本 慢慢慢慢的被消耗掉 明明你可以賺很多股票 但是因為 你對他的期待 想說等一下 再等一下 結果不管怎麼等 他帶給你的總是失落 所以不對的股票要換 不對的人也要換 不對的人事物 我應該這樣講 不對的人事物你就要換 不要要抽離 不要跟他繼續下小貨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你看接下來的行情 不管是股票還是情況都一樣 現在的狀況 你該怎麼做操作 來我們再回到我們的圖卡跟各位講 這一份資料你先索取 帳號在下面 小老鼠莫888 我們每天都會提供 不一樣新的資料給你 為什麼 我們這麼認真 投票你看哪一個老師 能夠每天跟各位講潛力股 這個真的需要時間去找 我也不會亂找 我跟各位講 你看後面噴出的股票有多少 紅積 藍天 華碩 甚至細微 還有一些比較小的 廣環科 震發 那個都噴到 不知道哪裡去了 那個需要 真的要研究 不是隨便找 我們真的很認真 在做這個節目 希望讓投資朋友感受到 我大可以不用這樣子 我就每天跟你講玻璃就好 我何必需要這樣 不用啊 但是我希望讓投資朋友 你多一點資訊可以參考 讓你多一點時間 可以來觀察我 所以我們願意花時間這樣做 我們願意花時間 先跟大家好好交朋友 跟你培養感情 好不好 所以我才講啊 來 加零九江水 來去九江測嘛 我們同是在中市的好朋友 可能你來來去去看了很多 哎呀很可惜 第一天看到魏遠老師 哎呀很可惜 可能這三天我才看到你 沒關係 我們先交個朋友 我有很好很好的方法 可以幫助大家 不管怎麼樣 Light先加起來 這四檔重點股票 三叉九叉八叉一叉 八叉一叉 以及呢八叉二叉 這四檔重點股票 魏遠老師會一次性的 跟大家做分享 另外以及像這個CPI啊 這個相關重點的一些數據 後續上面到底怎麼看 我們這一段講完 我們等一下會進一下廣告 我們先把這個東西講完 好朋友 現在大家擔心兩個因素啊 第一個就是選舉之前 那其實我昨天節目講過 不管選前還是選後 其實啊 做多你的勝率是很高的 那另外禮拜四的CPI 1月11號禮拜四的9點半 我講的是台北時間 你就看我的節目就對了 我跟你講 不會有人告訴你這個了啦 只有我花時間跟你講這個 投票那你要看誰 所以我跟你講來 11月11號禮拜四 9點半公布 那我們的市場的預期是多少 3.3% 上個月的CPI CPI就是通膨 如果越高的話就是不好 通膨越高嘛 對不對那股市其實就容易修正 現在大家希望通膨要降低嘛 上個月是3.1% 市場預期3.3% 如果是3.4%的話開出來是3.4% 那短線就會休息一下 會震盪 17,200到17,800 那如果是第二個 3到3.3% 慢慢緩步挑戰萬八 如果呢到了2.9% 優於預期我跟各位講 直接往上噴 放鞭炮 都到18,300 甚至18,500 禮拜四很重要 我們在禮拜一的節目當中 就跟大家預告嘛 這禮拜的重點數據 就是看什麼 就是看CPI 所以這個推背讀 非常非常重要 我跟大家來做報告 你看我們早上8點節目 絕對學得到東西 你也知道我們的預測 對大家的幫助一定是有 好不好 所以我們跟各位講 來接下來的行情 先把這份資料 搜尋到手 掃瞞QR Code 好不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好所以等一下再半個小時 台股市即將開盤囉 所以這份資料記得先索取到手 揮答創下歷史新高 翻倍的潛力股 它就會在這邊 3X 9X 8X 1X 8X 1X 8X 2X 這四檔 請各位輸入下方帳號 小老鼠 MORO888 差點講錯 MORO888 MOROE888 或者是掃瞄QR Code 都可以 來 所以我們繼續再看 剛剛廣告之前 我跟大家講 11月份 我們時間有點不夠 我會講快一點點 大家應該可以跟得上我的速度 所以我跟各位講 1月11號禮拜四 9點半 晚上9點半會公佈CPI 你就看那個數字 市場預期是3.3 如果是3.3 我們往上看萬八還是不變 OK還是不變 現在多少 現在航行當然開始震盪 可是呢 只要在這個數字之內 我覺得航行還是幹嘛 逢低 你還是做佈局 可是呢 昨天 我有沒有跟大家講 來投票 1月8號應該算前天 我們在Light當中 很清楚的告訴大家什麼 我的操作策略都是什麼 逢高站在賣方 來你注意看 所以我們為什麼有些股票大漲了 我們選擇獲利了結 很多股票好幾檔 我們都選擇獲利了結 有沒有 逢高站賣方 你看昨天多少股票拉回 你自己看 綠油油啊 多少股票拉回 還有跌停板的 對不對 甚至陽明長榮這些都大跌 我們事先跟大家來講 我們都先跟大家做報告 我相信啊 投票應該都很清楚啊 來 你再看 波利連市之漲停 2024第一標股 跟著文明老師啊 我們的腳步一起來操作 相信啊 我能帶給大家 最專業的資訊 最棒的實力 跟大家做分享 最強的股票 我們會一起跟大家講 所以你如果想 透過我們的 這一次的優惠專案 透過我們這一次 新春啊 因為我覺得 大家現在在等什麼 就是在等說 我現在怕選舉會怎麼樣啊 我知道 沒關係 我們這個新春的專案 時間點 我們都好談 先幫你跨過 這個所謂過年期間 我們年後再來做起算 投票夠貼心吧 維老師直接啊 放送大禮物了好不好 我們年後再來做起算 直接讓大家沒有這些問題 不管你是過年的問題 不管你是選前的問題 還是什麼問題都不用擔心 這一段時間 我們先陪大家 年後再來起算 你想要掌握接下來的玻璃嗎 你想要掌握接下來的標股嗎 跟著文明老師就對了 好 所以我們繼續再看 來投票 噴射基旋股法 對不對 我說它是三位一體的延伸 股價剛噴出 出現轉機 然後籌碼有大人在設計 叫做噴射基 玻璃就是標標準準的噴射基 蓋內股 來1月4號 有沒有 玻璃136元買進 我們還有買更低的 來你注意看喔 我們還有買更低的喔 玻璃買多少 買126 這個是清代會員 126有沒有買的更低 今天已經178塊 後來隔一天我們請會員在136 再做佈局 因為它剛已經噴出嘛 那個清代會員噴出之前 我們就先買 特別會員當他剛開始噴出的時候 我們就先做切入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整個一個行情 後續的一個操作 交給我就對了有沒有 打落到什麼 法國空松巴士複合材料供應商 碳纖維概念股 包含這個波音啊 空松巴士啊 超跑旅圈 AIPC AINB 它都能夠做切入 當然這個我已經不建議大家在追啦 你在追我也覺得沒意義了啦 你要跟著我們進場佈局什麼 我一直跟各位講嘛 低檔佈局你的勝率 就比別人高出三倍 選前選後的台股行行 你看喔 前五日跟後五日 甚至後二十日 你發現一件事情什麼 上漲機率幾乎都是紅的 都是紅的 所以我跟大家講 來 最後 短短跟大家分享說 有人說靠ETF 存什麼 月齡七位數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當然有可能 可是有一個前提什麼 你可能要擺十幾年 時間要夠久 第二個 本金 本金要夠粗 本金要夠粗 你知道嗎 可能要有那種一千萬兩千萬 甚至億以上的 你說你擺ETF要大賺 可能要擺十年 所以我覺得現在應該是賺股票比較快 好不好 賺股票吃這個 把人的豆腐比較快 所以我跟各位講 接下來 行情的操作 想要跟著我們一起嗎 先掃描這個QR Code的帳號 我們先做加入的動作 好 所以接下來的行情來 投票 玻璃連市漲停 新的股票我們即將布局 歡迎大家跟我們做聯繫 明天見 拜拜 明天見